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在领导人金正恩的专制统治下 时常势射飞弹 似乎将核武摆在第一位 不仅朝鲜民众饱受饥寒困扰 就连军中士兵也因一些不可思议的因素而丧失生命 2021年12月31日 据DailyNK朝鲜内部消息人士披露 12月15日 一名第八军团第125旅第二大队的19岁亲兵朴卯在冬季的攻守训练中死亡 训练中 朴卯立手的小组其任务是在离目标两公里处各自挖掘地洞并进行潜伏 当时组长与其他士兵让朴卯潜伏起来之后 他们到附近的村子里温暖地过了一夜 而朴卯则冻死于隐藏处 消息人士称 每年的冬季训练都有两至三人遇难 另外 还有很多士兵因为冻伤而切掉手腕或者脚腕 另外 2021年10月14日 最近在815训练所后方司令部的父亲 发生一起所谓的柴火纠纷 导致20岁的一等兵深毛士兵遇难 涉案的三名当地青年被逮捕 据悉 因为国家所供应的取暖物资不足 815训练所的士兵们需要挖玉米根 晒干 收齐 完成个人任务 深毛则是在哄抢玉米的过程中 惨遭集体殴打 以致当场死亡 黄海北道安全局工作人员担忧 当地军民关系出现问题 谎称此次弄出事故的三位人员并不是黄海北道本地出身的 而是自平安南道 自愿前来这里工作之人员 他们有斗殴前科 还有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消息人士披露 光是在2021年7月一个月内 就已有14名参加朝鲜平壤市万户住宅建设的年轻士兵 发生了坠楼身亡事件 据悉 士兵坠楼有三个原因 一是 每天开展突击战 一天仅能睡2至4个小时 睡眠严重不足 二是 由于物资供应不足 饭菜品质差 士兵营养不良 第三个原因是 在高达设施33度的炎热天气下作业 最后导致士兵晕倒而坠楼 消息人士表示 其实于6月份 已经有8位做楼房外墙美化工作的士兵遇难 而政府仍然强调更快更高 因而引发了各种伤亡事件 朝鲜为在对内外常炫耀成果 而一直强调在国家设施建设方面的速度战 在今日成时代 朝鲜举出了千里码速度 当到了金正恩执政之后 更喊出了万里码速度口号 直接导致伤亡事故频频发生 日前 美国国会官网发布了 HR6319法轮功保护法案在国会的审议流程信息 该法案主要是针对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参与人员实施制裁的法案 2021年12月16日 众议员斯科特·佩里介绍和提交了该法案 并交由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去年国际人权势 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在由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 举行的网络研讨会中表示 自己即将发起一项法轮功保护法案 以制裁中共参与活摘器官者 他说 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立法 专门解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 据悉 该法案是专门保护法轮功信仰群体 用于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 尤其是设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的制裁法案 该法案首先介绍了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 于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 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一种佛家修炼功法 法案中还明确规定 对在中国境内强摘器官 尤其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等行为实施制裁 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 必须立即停止 法轮功保护法案 要求美国总统定期提交给国会 中共活摘器官参与者的更新名单 无论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 包括政府高层官员和军队官员等 并授权美国总统 可禁止这些人入境美国 冻结其资产等制裁权力 法轮大法信纪中心发言人张尔平博士认为 这份法案意义重大 张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因为他是针对保护法轮功团体 所提出的一个法案 在1999年 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 美国国会和欧盟议会 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通过了很多决议案 但这次法案与决议案不同 实际上是有法律的效应 这个法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进行了阐述 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包括对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 官员的制裁措施 包括要求美国总统 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医疗健康部门 对中共活摘的情况提出报告 所以做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就是美国国会第一个针对保护法轮功 而通过的一个法案 所以这个法案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前 中共的一带一路合作国 好兄弟哈萨克斯坦局势恶化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有消息指 是天然气等能源问题引发的民众示威 值得注意的是 在北京当局推行的一带一路计划中 哈萨克斯坦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角色 据哈萨克斯坦当地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月5日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 哈萨克斯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至1月19日临时结束 目前各媒体报道 指哈萨克斯坦政府将天然气涨价 是引发民众示威的诱因 2022年1月1日起 哈萨克斯坦政府将曼格斯套州 液化天然气价格 由每升60间鸽 提高到120间鸽 引发民众不满 随后 政府迅速降价 却仍然未能平息民愤 从2021年底到现在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最高涨了800% 电价也飙升 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数据 目前欧洲天然气库存 只剩满负荷水平的68% 形势并不乐观 哈萨克斯坦的自然资源丰富 尤其是固体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境内有90多种矿藏 1200多种矿物原料 另外 哈萨克斯坦石油储存量非常丰富 以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七位 在独联体国家排第二位 根据哈萨克斯坦储量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目前 哈萨克斯坦石油 壳材储量40亿吨 哈萨克斯坦以探明天然气壳材储量为 3.8万亿立方米 哈萨克斯坦拥有如此巨量的天然气储量 因此涨价是否作为民众示威的主因 还有待观察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在北京当局推行的一带一路计划中 哈萨克斯坦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角色 这场冲突又会怎样影响中哈关系 以及一带一路的发展呢 1月6日 几次由亚洲电台报道 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孙超群指出 当中亚地区爆发示威时 中共通常较担心当地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 以及这些示威会否继而引发当地的排外情绪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数年前 以5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哈萨克斯坦最大油田卡沙甘油田 在2017年 中共又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哈萨克斯坦承诺 每年向中国出口天然气 哈萨克斯坦从中总收益高达10亿美元 据大陆媒体统计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截至2020年底 中共对哈萨克斯坦各类投资累计214亿美元 主要集中在采矿、交通运输等领域 长期关注新疆人权状况的塞尔科坚表示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与新疆仅相隔300多公里 对了解新疆事态起了窗户作用 如果哈萨克斯坦走向民主 很可能就中断给中国提供的石油器和天然气管道 北京当局在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计划后 官方媒体将这个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与古代丝绸之路相提并论 一带一路计划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用于建设从道路到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 但是一些低收入国家因无力偿还债务而陷入危机 因此一带一路这个计划被外界称为债务陷阱 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台湾空军为因应中共的威胁不断加强战备防御能力的训练 近日有台湾空军将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爆料 台军改装后的F-16V战机已于共军歼-16战机 有过交手拦截的记录 台湾空军司令部5日表示 为确保国人能安心欢度新年 空军第四连队武士配合国军2022年加强战备 举行为期三天的国军111年春节加强战备媒体参访活动 演习活动在台湾南部城市嘉义的一个基地机场开展 机组人员在警报响起时 驾驶美国制造的F-16战斗机飞机准备就续执行任务 升空拦截中共军机 另外 基地还以高默契的地面豪华队形 展示了接装F-16V战群战力 演习内容为 嘉义F-16V战机警戒机保6分钟待命班 警铃响后 第一架机在5分30秒 即可在跑道上推AB起飞 第二架在5分58秒左右升空 赶赴目标空域应敌 战机迅速滑出 紧急升空 以确保空域安全 路透社报道 F-16战机23作战队少校严祥声表示 他个人一二月前曾拦截过共军歼16战机 他说 因共机频繁进入我防空识别区 每个四联队 飞行员都有这个经验 每个升空训练批次都会实施拦截 经验丰富 据悉 中共从未排除使用武力 将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 共军歼16战机 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越来越多 引发国际谴责 台湾方面表示 四联队会采取紧急升空增派兵力因应的动作 台湾总统蔡英文 上周在新年讲话中提醒习近平 不要误判情势 更要防止内部军事冒进主义扩张 蔡总统强调 军事绝对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 因和平的共同面对问题 寻求解放 缓解区域情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